这一站就一两个小时吗 可不是嘛 你知道站岗的重要性吗 特别是你这个岗上 知道 天天学 学得我晚上睡觉说梦话 都能一字不漏地给说出来 还是没有用 为什么呀 你想想 这儿虽然是电厂最最关键的地方 但是谁进得来呀 电厂大门就有我们武警守备着 连大门都进不来 更别说这儿了 我总在这儿站岗 还从来没见过一个人 还不如让我去这儿电厂大门的岗上 至少还能有个人呀 寂寞 是吗 当然 寂寞 不是一般的寂寞 姐 你是没当过兵 不知道这种寂寞有多难熬 把它给我切成煮花呗 那你现在后悔来当兵吗 后悔 后悔 是啊 要不是我爸妈逼我来当兵 我才不来呢 部队管得这么严 像我们这种崇尚自由的人啊 不适合当兵 那部队总得有人来呀 嗯 有人愿意来当兵 但是我不愿意 你现在还那么想吗 真是太不像我了 怎么能跑到岗位 这跟战士聊天呢 唐岗人 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这是我们部队的规定 在哨兵站岗的时候 任何人不能去跟他交谈 郑队长 郑队长 你听过你的兵内心的真实想法吗 你真的了解他们吗 我再替你倾听他们的内心世界 这对你将来的工作是有好处的 唐岗人 我带兵十多年了 我知道我怎么带兵 更知道什么样的兵怎么样的代法 这一点不用你教我 这么长时间 你的工作我是支持的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影响到我 中队的正常工作 好吗 郑队长 你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我什么时候影响你了 还有 你成天摆出一副冷若冰霜 富民不凡的样子 很让人接受不了 对不起 可能是职业习惯吧 习惯 你这个习惯很伤人的 伤人 伤什么人 看看是 我看你体验生活的工作也差不多了吧 战事的岗你也查了 打拔你也去了 战事的心呢你也谈了 是吧 战事的内心世界呢 你都了如指掌了 我看 也该结束了吧 我的工作该怎么进行我自己知道 战队长 我看你的工作还是结束吧 回店长吧 你看 这边有人来接你的 王队长 郑队长 你是那个来接唐队长的吧 我带着吃 对对对 我接着回家 回厂 那你来吧 那个我先处理点事啊 再见啊 你怎么来了 我 我来看看你啊 瑶瑶 在这儿 你这体验生活的体验多少天了 瑶瑶 咱对付对付就得了啊 我带你吃饭去 给你改善改善 我是小孩吗 还有你带我去吃饭 那 这 这怎么了这是啊 我是来这儿工作的 该回厂的时候 我自然就会回厂 你不用来看我了 回去吧 不是 那你什么时候回家啊 小帅 小帅 加油 小帅你快点啊 小帅 你怎么停电了 李小帅 你干什么呢 继续训练 什么呀 大学刚毕业就跟这儿一五号六号 带过几个兵啊 你万不他跑过几回啊 老跟我这儿较劲 李小帅 老跟我这儿较劲 李小帅 老跟我这儿较劲 我回这儿 没事儿 哎哟 肖指导员啊 还没看过您训练呢 还怕 咱们也露一声啊 李小帅 李小帅 闭嘴 来 李班长 看来李小帅想当一把教官 考核考核我呀 那怎么行 什么不行啊 兵松松一个 将松松一窝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吗 对吧 肖指导员 你不下来了 说得好 你看我干什么 你都是将军了 他把我这个班长放在眼里吗 我一直在办公室工作 恐怕达不到李小帅的要求啊 要不 换个时间 不不不 现在就行 就现在吧 李小帅啊 李小帅 你真是受穷不等天亮 这些训练项目 都是有难度的 指导员是正宫干嘛 能跟你们战士比吗 开什么玩笑 小指导员 现在能开始了吗 哎呦 看来我今天真的要献丑吧 对啊 帮我拿来 准备发令吧 准备发令吧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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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猶 Depois 喂喂喂好吃 meat 喂喂喂 kau牌 喂喂喂猜 raw foods 班长 其实指导员他行与不行 跟我李小帅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我就是想让他知道 知道这当兵有多么的苦 别总跟他站着说话不腰疼 江五 江五啊 江五啊 你知道吗 咱班又来了一个跟你一样的赏兵 班长 你这是跟谁说话呢 他也是咱班的战士 已经转业五年了 跟你一样吊着浪当的 临走的时候 他要把几块石头放在这儿 当作寄你 还扬言 说呀 谁把这几块石头扔出去 他就跟谁拼命了 后来指导员就问他 说 你这几块石头 就这么重要吗 你猜他说什么 说什么呀 说什么呀 他说 我当兵没当好 后悔了 我想石头醉沉 把他永远放在这儿 代表我 让大家永远都记住我 班长啊 他这转业五年了 现在大老板子了 刚离开部队的时候 他就饿了 就什么呀 死了 在冰窟窿 就逆水少年 牺牲了 一批批九零后新兵步入中国军营 这些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完全受益者 网络时代的优先体验者 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初经历者的九零后青年 不少是在穿名牌 听Apple和PSP吃汉堡中长大的 他们从行为到性格都鲜明地打上了时代烙印 他们有着明显的英雄情节 成军尚武 单一途生子女的身份 又常被外界认为是草莓兵 通过这段生活 我见证了部队赋予这些年轻人的力量和改变 这种改变是那样的悄无声息 我相信正好完全有能力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军人